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学习这样一个指示点 前面我们讲了一个网页 那么下面我们来学习如果实现翻页的请求 那翻页的请求 就是在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个图 这个图是什么呢 不是这个图 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个页码 我们如果是请求第一页 我们非常清楚要怎么做 但是如果要翻页的 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想一下 在前面我们学习request的时候 request发送翻页请求 它是如何发送的呢 是不是找先找地址 然后再使用request的get 那么我们在scracking里面该怎么做呢 首先毫不疑问 URL地址肯定得找到 找到之后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要构造一个request的请求 还是在这个图吗 这个图在这个地方 其实URL地址并不是直接交给引擎 而是组装成一个request对象之后 再交给引擎 所以下面我们要来学习 如何组装 把URL地址变成一个request对象 把一个URL地址变成request对象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的 这些PVT 我们使用 scracking的dash的r 这种方式呢 就能够非常容易地 构造一个request对象了 构造一个request对象了 我们只用它传承URL地址 传承Cobag 那么Cobag是什么呢 就是当前这个URL地址对象 交给谁去处理 我们start的URL地址对象 交给谁去处理呢 是不是Pars函数呀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URL地址对象 交给谁去处理呢 我们可以把它交给Pars 那当然呢 必须是什么呀 必须是这个URL地址对的内容 处理方式和 第一页URL地址对象 处理方式是一样的 才可以这样做 如果它们不一样呢 我们也是不可以这样做了 对不对 这地方可以理解吗 可以对不对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通过 腾讯招聘这个案例呢 来看一下 如何发送翻译请求 那腾讯招聘的URL地址呢 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我们打开检查 首先我们非常清楚 我们要做实现一个 腾讯招聘这个swift的爬虫的话呢 我们肯定要充计项目 充计好项目之后 充计好爬虫 充计好爬虫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它一个 Style URL地址呀 告诉它 最开始从哪个地方抓起 那么能不能给它呢 把这个URL地址 作为Style URL地址呢 什么时候能给 什么时候不能给呀 是不是当前这个URL地址的 想法里面 是否有没有想法的数据 如果有的话 我们才能把它作为 Style URL地址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是不能够把它 作为Style URL地址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里呢 我们得判断一下 也是一样的 通过抓班呢 我们能看见 当前URL地址的想法里面 包含哪些内容 在这个地方 在Response里面 那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先 手选择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大致然在我们的 Elements里面呢 它所有的内容 是在这个TableList的下面 对不对 每个TR是不是 都是一个内容呀 每个TR 比如说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 那URL地址的想法里面 有这样一个TableList的吗 我们搜一下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呀 这个地方我们往下看 这里是不是就是TR 这个TR是这样一个标题 对不对 指纹名称 指纹那边 那下面这个TR 是不是就是这样 Class的Event 这是不是里面 有没有想到数据呀 那对于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展开看一下 这个Event 这是一个TD TDTD 第一个TD里面呢 包含呢 有URL地址 这个A标签 包含还有文本 那么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呀 看见没 这是TD里面包含 URL地址 A标签 这是URL地址 然后这是什么呀 这是这样一个文本 对不对 所以通过这里大家可以发现 其实什么呢 我们要的这一块 其实是和我们的 Element 内容是一样的 从哪儿不一样呀 哪个地方不一样 看见到吗 是不是这里有T玻璃呀 这里是不是没有T玻璃呀 看见到吗 Table这个地方 其实没有T玻璃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写XPass的时候 能够写T玻璃吗 肯定是不能的对不对 所以后续都要在Element 里面看到T玻璃 就需要额外注意 往往我们Element 有T玻璃 但是呢 URL地址里面就没有T玻璃 明白吗 所以遇到T玻璃的时候 就需要额外的小心和注意 看到我们URL地址里面 到底有没有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知道 我们的数据呢 其实就是在 我们的这样 TableList的T2下面 对不对 但在T2哪个地方呢 这个H 包含我们小的数据吗 不是对不对 even old才是 那最下面还有一个F 对不对 我看到F里面呢 好像也不是我们想的数据 那说明不到的数据呢 就在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这个H和F都不是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取 除了H和F之外的TR 该怎么取啊 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下面呢 来创立一个项目 创立一个partum 那scrubing startProject 那比如说我们叫concent 那cd到concent这边去 那scrubing 进spider 进spider 然后呢 创立一个partum 比如说我们叫 招聘就是HR 然后呢 我们把它叫做 concent的叫com 这是它允许爬取的范围 对吧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创立好了 创立好了之后呢 会在这个地方 有这样一个项目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完善 里面的这个地方的 内容 对不对 金spider写错了 还是pid pid 金spider 这地方呢 就有这样一个partum了 一个partum呢 我们就要完善它 首先startURL记者 需要把这个URL记者 作为我们startURL记者 对不对 这个URL记者 做我们startURL记者之后呢 我们在parts方法里面呢 对待响应 就是它这个URL记者的评论 对不对 就是下载器通过引擎 传给partum的 那这里面呢 我们首先应该干什么呀 是不是和之前一样 也是分组呀 这tr 每个tr 是不是都是一组呀 所以这里是个tr list 对吧 然后就是response的 xpass对不对 那如何取得这些tr呢 它是在这样的table list里面 对不对 然后就是table 然后呢 addclass 对于table list 对不对 它下面的tr 但是下面的tr 并不是每个tr都是我们想要的 这个tball里 我没有写 因为在u2的详细里面呢 是没有这个tball里 所以可以不用写它 对不对 那这个tr呢 并不是每个都是我们想要的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只是要取 从它到它的tr 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取下切片 切片就好了呀 首先这个结果 是不是一个列表呀 那既然这个列表 我们可以进去切片 对不对 那从第一个 到最后一个之前 是不是1到负1呀 是不是1到负1呀 负1这个是取不到 对不对 所以取到的刚好 就是从第一个 一直到最后一个之前的 就是从它 从它到它的内容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做好这个分组成的 可以编定它了 fortr in trlist 这后面内容的时候 我们前面学的内容是一样的 tr.xpass 那首先呢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item 这样一个字顶 xpass 比如说我们可以先来 取一下这样一个标题 那标题怎么取呢 比如我们就叫title title在哪呢 在当期节点下来 当期节点是这个tr节点 对不对 当期节点下来是哪个地方呀 是不是td里面呀 第几个td呀 第一个td看见到吗 是不是第一个td里面呀 就是td1对不对 td1 然后下面是什么呢 标题怎么去呀 下面是什么呀 a标签的文本 对不对 所以就这些a标签的txt 对吧 这地方之后怎么办呀 是不是extrata 还是extrata first呀 extrata first 取第一个内容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们还要取什么呢 还要取一下这样一个 数位类别 数位类别在哪呢 是不是在第二个题题里面呀 那叫item 叫position 对于tr.xbus 也是一样的 当前进的下来是td2 对不对 是不是下面text呀 这样extrata first 是不是拿到了呀 那比如说我们还要拿一下什么呢 发布日期 pobrfublish date tr.xbus 这是当前进的下来 td下面的几呀 2345 是不是第五个呀 这是发布日期 对不对 发布日期 第五个 写个5 或者写nast 肯定也是可以的 加txt 第二 extrata first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我们相当于 假设就拿这几个字段 拿到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一样的item呢 爱想是不到pipeline这边拿的呀 到pipeline这边之后呢 我们把它打开 那在pipeline里面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实现 这个数据的保存 数据的处理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 结合之前的puremongo 你就frompuremongo import mongo client 那这个地方先实力化一个client 对于mongo client 本地的话呢 pot跟port可以不用写的 对不对 然后选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呢 比如说我们就叫它 什么呢 叫penset 然后下面的hr 然后呢 我们往其中插入数据 那就collection.insert 对不对 winsertitem就好了呀 是不是就插完了呀 这地方呢 我们可以来print一下 这个插之前呢 我们可以来print这个item 看下现象是什么样子的 那当然了 我们先把mongo db准备好 我们db.hr.drop 我们先把这个内容给删掉 然后呢 我们来跑一下程序 看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那当然跑之前呢 我们可以把mongo等级 设置高一些 这样我们不会看到太多的内容 mongo 我们有这样三个字段 一个叫title 一个叫position 一个叫publish date 就是我们发布日期 就拿到了 那么在mongo里面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find一下 是不是数据就有了呀 非常简单 但是目前有这样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首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只拿了第一页 对不对 我们要拿下一页 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在这个风力循环结束之后 我们立马应该去 让它请求下一页UIL记者 那这个地方 我们要首先 找到下一页的UIL 地址 那next的UIL 应该等于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它是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下一页的位置 对吧 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有个ID 对next的呀 然后URL HERV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当然HERV不完整 它还可以看出来 对不对 那最后一页 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去最后一页看一下 最后一页呢 好像也有下页三个字 对不对 这个地方也有个ID 对next的 但是HERV变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判断 它到底有没有下页 怎么判断它有没有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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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看到HERV就完事了 如果它HERV是这个样子的 表示它没有下页的 表示它没有下页的 如果它HERV不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它HERV不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JavaScript的 那说明它有下页 FIRV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判断了 if next ur 什么样 不等于什么呢 JavaScript的 对不对 说明它有下一页对吧 那有下一页是不是就应该去请求了呀 是不是应该去请求了呀 那么next ur 等于什么呢 这个地方我们刚刚也看到 URG的不完整 所以说我们该把URG的补充完整 对不对 那我认为URG是什么样子呢 怎么看呀 放上去就是不是看到了呀 放上去看一下 少哪一部分内容呀 是不是position前面那一部分呀 就这一部分 对不对 我们把手机放上去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那么把它加进去就好了 就是它加上的 next ur 对不对 现在有了一个URG 我们是不是该发送请求了呀 发送请求我们刚刚讲了 是不是可以通过year的 也是一样的发送个请求呀 请求就是我们script的 大写的rrequest的构造了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传入URG URG就是next ur 对吧 那一个call buff 表示当前URG对的 想应交给谁处理 对不对 当前这个URG就是 下一的URG 下一的URG 它想应交给谁处理呀 是不是就是它自己呀 为什么是它自己呀 为什么是它自己呀 是不是下一页的处理方式和当前这页的处理方式是一模一样的呀 是不是也是一样先分组再提取数据再去找下一页URG 所以下一页的和当前这页当前这个地方呢 response处理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应该把它call buff 只为它自己 是不是 如果说它下一页的处理方式和当前这页的处理方式不一样呢 还怎么办呀 是不是我们就需要 偶尔再定一个方法 比如说叫parse 一对不对 然后也是一样的加个response过来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应该写parse一了 对不对 重新定一个方法 让它去处理这个响应 对吧 否则的话呢 如果它处理方式和当前这些处理方式是一模一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它自己来处理它 这个URG对应的响应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 很像是一个地规对吧 是不是很像一个地规呀 那什么时候这个地规会结束呀 是不是next的URG 等于加把spot的时候是不是会结束呀 这表示就是它为最后一页了对不对 这个地方能看明白吗 这个地方我们相当于把下一URG找到了 然后够到了一个请求 通过这种方式够到了一个请求 那够到了一个请求之后呢 这个对应的请求呢 就会交到我们的引擎那边去 引擎呢会把它交给我们的调游器 调游器呢到时候会把这个请求呢 通过引擎交给下载器 下载器进行下载 那么它响应呢就会到这里来了 对不对 这是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呢这里还需要注意另外一点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写的程序 是不是都没有设置useragent呀 没有设置header对不对 那useragent在哪设置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在cellin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有个useragent被注册起来了呀 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注释 但是这里满内容 肯定我们要改的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自己去定义 我们的任何想定义的useragent了 那比如说呢 我们把它拿过去 站在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就有了useragent 那重新我们跑来 跑一下我们的程序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把它做不掉 然后看一下样子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一直在不成的抓呀 我们在这find 我们在这count一下 250 咋不动了呢 刚往速 有点卡对不对 差不多每次增加了10.20条样子 对不对 就这样子 数据不能再增加 所以没有必要跑了 那么到这个地方呢 相当于当前这个程序 我们就写完了 那么当前这个程序 我们练习的是什么呢 当前这个程序 我们练习的就是 一个是useragent 我们可以在这设施 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如果要构造一个请求 我们可以通过yield scruby.r 这个request呢 去实力化一下这个 scruby提供的request 这样一个类 实力化这个类 会得到一个什么样 我们自己的一个request对象 对不对 我们通过yield 就可以把它交给引擎 所以这里大家明白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能够yield 是因为我们yield 本来就可以yield 一个request对象 对不对 我们前面讲了 yield可以yield 次用内型的数据 一个nand值 一个dict 一个request对象 还有一个什么样 baseitem 对不对 那么baseitem 等一下我们就会见到 那么现在呢 这部分内容 我们也是在我们的 这样一个pvd上有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刚做的事情 就是这里的事情 对不对 我们说通过yield 能够把一个request对象 给我们的引擎 发送过去 那这个request对象 也是通过scrappy的dustr 来创建的 那么在它创建的时候 中间除了传 next的url地址 这个url地址之外 传callbug之外 其实还可以传 很多其他的数据 我们先来看一下 可以传什么数据呢 url地址 callbug不说了 method 这是什么呀 请求方法 默认是get对不对 意味着什么呀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改成post 就发送一个post的请求 对不对 那既然发送了post的请求 那么在post的请求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要传入玻璃呀 那玻璃是不是就是 我们的请求体了呀 需要把它给带上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我们发送这个请求 需要自定一些headers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可以把这个header 给加上了 对不对 那比如说它需要一些refer 和host的这些字段呢 我们可以自己定一个headers 给它添加在这个地方 包括cookies也是可以添加进去的 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这里有个cookies 对不对 还有个headers 对吧 那这个cookies呢 它是不是 直接能够放到headers里面去 不再用这个cookies这个参数呢 这个地方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scraping里面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在这个地方 它专门给了我们一个位置 去放cookies 我们就应该把cookies呢 放到这个地方来 就不应该放到headers里面去了 如果说 我们直接把cookies放到headers里面 做个字符串量化呢 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明白吗 关于这点内容呢 我们后面再讲 模拟的动作的时候呢 以后给大家去讲这个内容 但是现在大家需要明白的是 我们cookies呢 在这里有这样一个键 能够接受我们的cookies参数 cookies数据 所以说我们cookies不能放到headers里面去 那么后面呢 还有一个meta 这个meta是干什么的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用红色高亮起来的 所以它很重要 对不对 meta是干什么的呀 它是用来帮助我们实现在 不能解决函中间 成立数据的 帮助我们实现在不同解析函数中间 传出数据 什么叫解析函数呢 pass是不是一个解析函数呀 它帮助我们提取数据 对不对 那如果说这个地方 我们写了个pass1 写了个pass1 那意味着我们还需要定一个pass1 对不对 它用来处理我们的下一条地址 然后这里有个响应 对吧 那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 假设这是列表页 这是处理列表页 这处理的是详情页 假设这个样子 那这个列表页 我们现在拿到三条数据 对不对 那详情页里面呢 可能我们还需要拿另外一部分数据 那列表的这份数据 我们怎么传到详情页里面去呢 把它组成一个大字典呢 前面我们在这里组了一个字典 对不对 但我们知道这个字典的数据不完整 我们是不是要把它传到 我们的详情页里面去 在详情页里面 接着往里添加数据 那这个时候怎么把它传过去呢 我们就需要使用这样一个Meta参数 Meta 它是个字典的形式 既然是个字典 我们可以往主添加一个键 这个键我们名字随便取 比如叫itom 我们再把这个itom传过来 那么在下面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Response 叫meta 来取对应的itom了 因为meta是个字典 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地方meta 最终就会到Response里面去 就是Response的meta 所以在这里取itom了 就能取到对应的这个itom了 明白吗 所以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就能够非常快速的帮助我们实现什么呢 实现数据 或者说实现我们itom了 在不同解决函数中间 传的这样一个需求了 就是这个地方 meta的用途 接下来我们等一下就会来讲 来看一下meta具体该怎么用 这个例子呢 和我们刚刚写的例子很像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这样一个参数叫DomaFilter DomaFilter什么意思呢 翻译成中文什么意思呀 不过滤对不对 等于Force是什么意思呀 过滤对不对 装重否定对吧 表示肯定 那么过滤 过滤什么呢 我们scrape 它其实是默认的 有去存功能的 什么叫去存呢 就是请求过了URL地址 scrape默认是不会再请求的 明白吗 所以说如果有一天 我们希望这个请求的URL地址 能够被请求 我们就需要把通道Felt呢 作为处 明白吗 就是这个过滤的意思 就是说 请求过了URL地址 不会再去请求 相当于后面的URL地址 会被过滤掉 是这个意思 但是可能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这URL地址呢 我们希望它能够反复的 被请求 我们就需要把 通道Felt呢 作为处 就把不过滤 作为处 对吧 那问题又来了 哪些情况 我们需要让 请求过了URL地址 继续被请求呢 什么情况下 我们需要 把这个请过了URL地址 接着被请求呀 是不是我们这个 比如说像百度T8这种页面 百度T8这种页面 它数据一直会更新 对不对 我们这个小时爬了 那下个小时 我们是不是还得去爬它呀 所以说为了 像这种URL地址的 想要会变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需要把 通道Felt之为处 也就是说 我们在构造这种 URL地址的想要会变的 这种请求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通道Felt之为处 才能够达到 那反复去请求 反复去请求 这个URL地址的目的 和效果 否则的话呢 达不到什么 达不到这个反复请求的效果了 因为 末日情况下呢 这个URL地址会被过滤掉 会被排除掉 红色高中的这样起个次段 一个是东的Felt 一个是Meta 这个非常重要 大家可以重点理解一下 然后UR和Cobac 没什么好讲的 对不对 就是关于前面 我们所讲的这样一个 如何构造一个请求 这个方法 关于这一点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